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鄭和 燕王虎瀑 明太祖主元章 雖然削平群雄 驅逐元朝 建立大一統皇朝 但是 他出身寒味 皇室細孤力薄 而明朝建立初期 地方勢力仍然非常雄厚 元朝雖然被逐出中原 但是元朝遺留的官吏 仍然充斥朝廷內外 對明朝政令陽奉陰違 明太祖的功臣宿將 也此功拔戶 明太祖朱元章 必須以強硬手段 鞏固新成立的大明政權 其中一項措施 是由鴻武三年開始 陸續分封皇子為親王 分派到全國重要城市 以及邊疆重鎮 以鎮苦地方平凡皇室 古今風雲人物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貴國 我是曾卓賢 大家好 我們繼續講鄭和的故事 上次我們講到 鄭和在鴻武十四年 明太祖朱元章 派這個大將 傅友德等人 攻陷了雲南 將蒙古人勢力趕走 而作為蒙古的梁皇的大臣將領 鄭和的家族 他的長輩 和明軍作戰的時候 戰死沙場 而鄭和當時自己十幾歲 作為戰夫 被押送到當時的首都應天 即是今天的南京被選入皇宮 然後就閹割成為這個宦官 由於朱元章不需要那麼多的 所謂宦官在宮中服務 於是就將這些宦官 分派到各省的皇子的府帝 所謂皇府裏面當差 而鄭和就被派到北平府 成為了燕王朱帝的皇府裏面 其中一個小宦官 如果你倒回歷史來看 他這個歷史的轉折對他都很關鍵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人生低谷 做了一個小宦官 派了去服侍朱帝 朱帝很明顯之後 大家都知道了 明成祖 做到皇帝 即是說 撿到一個好籤的 是啊 當然 人的際遇各有不同的 但是當然了 鄭和也都要給他一個個人的一些 所謂的能力 個人的智慧 來作為他進身的必須條件 不是隨便人 去到燕王府 都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你說得對 因為不少鄭和的資料 你說形容鄭和 說他有高大威猛 微青木獸 牙又長得齊 走一步路都苦苦生威 很英俊 寫到他 這就是後人寫的 當時的樣子就沒有辦法保留了 但是他老闆 朱帝究竟是什麼人呢 我這裡就講一講 燕王朱帝 他就是1360年出生 就是說 在朱元璋開國前 八年就出生 換句話說 朱元璋在南京 登上帝位 統一天下 打平了這個南方的群雄 成為了明朝開國皇帝的時候 這個朱帝當時八歲而已 當然他再過四年 這個鄭和才出生 換句話說 朱帝給鄭和是大13年的 朱帝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 四王子 這個四王子 證史裡面的技術 朱帝的生母證史 又是這個馬皇后 前面幾個兒子 在史上記載 都是馬皇后所生的 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 原配太太 原配夫人 據說 在史上記載 朱元璋在做和尚 大家知道朱元璋的身世都挺可憐的 在他17歲的時候 他鄉下就發生了這個饑荒和瘟疫 而他全家 陸續續的人已經死光了 爸爸媽媽 大哥 和幾個侄都死了 全家就只剩下他的大嫂 大嫂一個兒子 和他十幾歲的一個侄子 還有他二哥 二嫂就死了了 他作為一個田農的家庭裏面的幼子 所以就生活非常淒慘 於是二哥就跟朱元璋講 現在沒有飯吃了 不如我去化月恨黑 四圍寸的 但是弟弟你呢 做乞丐不好的 送你去佛寺裏面做和尚 當時佛寺還有一頓飯吃 送他去王國寺裏面 出家做小沙利 他二哥沒辦法了 他就浪跡天涯 在歷史裏面呢 他二哥從此就人間蒸發了 在歷史從來還沒有記不回來的 朱元璋入到王國寺裏沒有多久 主持人就送他 我佛寺都沒有飯吃 你們去化園呢 就是做乞丐 四圍去化園 化了幾年了 三年 朱元璋在這個化園期間 見盡這個人間疾苦 知道元朝統治的腐敗 後來三年之後 逐漸呢 那個饑荒解除了 回到王國 再繼續做和尚 怎知沒多久就爆發了這個 抗原的民變的暴動 這時候呢 朱元璋已有些小孩子 時候玩大的小朋友 當時已經長大了 那就跟隨當時在豪州 他的家鄉 豪州 今天叫鳳陽 一個所謂民變的領袖 郭子卿 來到起兵造反 他的老友叫周德興 跟湯和兩個人 派人送封信給朱元璋 我們現在跟郭子卿 起兵造反 你來吧 朱元璋一看封信 大件事 但是你叫我造反 我怎麼搞呢 於是他就說 三個都是要支持他 跟隨郭子卿造反 於是南昌就走了 不過幸好他擲了聖杯 因為為什麼他走了不久呢 元朝的軍隊已經來到 原來有人跟蹤這個人 發現了朱元璋 和他有這個書信網絡 否則抓了朱元璋 大件事 就沒有明太祖了 郭子卿是徽雅做軍官 後來因為郭子卿 覺得朱元璋這個人 是有勇有謀 又有見識 於是好看起他 他有個妹仔 姓馬 那個妹仔父母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因為在史書記載 這個馬皇后的爸爸叫馬公 他媽媽叫馬瑜 馬溫 即是馬婆 名字都沒有 他叫做妹仔 認了他做女兒 認了他做契女兒 然後嫁給朱公子 就是朱元璋 這個馬皇后 一直就幫朱元璋打天下 幫他的將士煮飯 補衣服 什麼都做 很艱辛 後來據說 在歷史裡面 馬皇后生了五個兒子 但是這個是假的 現在的史學家 發現馬皇沒有兒子 一直都沒有生過兒子 所有他所謂名下的兒子 包括王太子朱標 秦王朱爽 晉王朱江 二燕王朱弟 周王朱叔 都是其他非殯生的 但是養了很多養子 所以馬皇后 是一個非常之 我們今天叫幫夫運的人 為什麼呢 你說沒有什麼可能 其實還有不少實質證據 除了考證之外 就是朱棣和他大老 三子和四子之間 出生的年月 只是隔了十一個月 你可以想想 十月懷胎 十一個月 理論上不是完全不可能 不過你要十一個月 連續生兩個 都是非常可疑的一件事 所以他們記載的年月 是有些出入的 如果盛傳朱棣 我們說燕王 不是馬皇后所親生 他的生母 可能不是漢族 是高麗人 有人過蒙古人 有人高麗人 事實上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著名的歷史學家 孟森 就曾經講過 明末清楚 有德記小說 曾經講 這個朱棣的生母 高麗人 好像是姓李 叫做共妃 這個人 為什麼是高麗人呢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在元朝的時候 就打敗這個高麗國 高麗是送很多的宮女 送很多的太監 就是橫官 去到這個元朝 替這個貴族服務 所以在這個朱元璋 和這個蒙古人 在對抗的時候 很多時候 打敗了這個蒙古將領 在他家裡 抓了很多高麗婢女 所以 其中一個高麗婢女 可能就成為了朱元璋 就是公中的妃� 另外一個 鄭翠賢說的證據 都有可靠 相差11個月 而生另外一個兒子 這個機會不是很高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值得我留意 就是當這個朱棣起兵謀反的時候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童武帝 童武帝朱叔 這個周皇叔 是被這個衛帝 準備削他犯 那這個朱棣非常擔心 那這個朱棣 他說我童武帝 就是童武帝 就是童武帝 童武帝 一樣的息子 既然受到這個衛帝打擊 我就危險了 所以起兵作起反 既然周皇叔叔 是童武帝 那在一些民間記載裡面 里面 當時的野史記載 這個周皇叔叔的媽媽 是另外一個人 不是馬皇后的兒子 那既然周皇不是馬皇后所生 而朱棣就是周皇的童母帝 換句話說 這個朱棣也都不是馬皇后的親生兒子 所以我們當時的人有這樣的技術 不過後來朱棣做了皇帝之後 當然這件事全部都刪改了 說是不能說的 於是把他真正的生母收起來了 但是在明朝的祭祀典禮裏面 有一個秘密的祭壇 宮廷裏面就拜祭一個高麗的共妃 於是在歷史學家就說 根據明朝的宮廷的祭祀典禮來講 無端端怎麼會將一個高麗女子的妃嬪 的神主牌等在宮中呢 這個一定有秘密的 這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他是朱棣的親生母親 朱棣不敢認他 因為如果認了他 他就是樹子 是樹子既然不是馬皇后所生 他就沒有資格繼承帝位 就被人攻擊他 就算他用軍隊打贏了也沒辦法 人家會攻擊他 所以他要掩飾了這個出身的秘密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 其實朱棣在歷史背景裡 都有一些複雜的狀況在那裡 就是這些複雜的背景 在在跟鄭和夏生人有千鮮萬難關 那些自己覺得得帝位 不明正言順 覺得自己差點東西 其實其中牽引到這個主題 鄭和夏生人就是這個原因 古今風雲人物之 鄭和 主持 張偉國 曾卓言 朱元璋就把他的兒子封在各省的大城市裡 震審各地的地方 穩定地方的政局 當然朱元璋對他的兒子是絕對信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兒子來的嘛 是吧 而且當時的兒子都是大概20歲左右 而那些兒子還可以怎樣呢 替他號令邊疆的兵馬 各省的兵馬 地方上有各種的變故出現的時候 可以立即派那些王子去巡視 甚至是平定不同的動亂 所以對朱元璋來說 這幾個年長的王子是他的左右臂磅 即是左右手來協助他鞏固大明的江山 那燕王朱帝所封的地方就是北平府 這個北平府原底就是元朝的大都 元朝皇帝所住的地方 當朱元璋派徐達和常遇春北伐中原 趕走蒙古人以後 當然大都還留在那裡 於是大都的都城改稱為北平府 而就由燕王來鎮守 燕王在那裡把元朝的故宮修改一下 因為皇宮實際規模太大 如果朱帝進去住就變得潛烈了 於是改為一個皇府 就是拆了一些大型的建築 改成一個皇府的格局 這個地方大致上就是 今天中南海旁邊的地方 即是今天明清兩朝故宮的差不多所在地 在這裡建立了燕王的皇府 而當時之時在北方的蒙古人勢力很強大 元順帝雖然遠走莫北 但是蒙古人未消滅 還有很強大的兵力威脅著邊疆 所以這個朱元璋就派朱帝 和另外其他幾個皇子 譬如這個燎王朱席 寧王朱權 鎮守著北方其他的城市 來到對北方的蒙古人 採取一種防守政策 這就是所謂皇子手邊的政策 今時間想朝代更替的時候 一個朝代衰弱滅亡 另一個就興起 原朝滅亡之後就消失 沒有了 他們就輸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當明朝把蒙古人趕出了漢族的地方之外 其實整個歐亞大陸的中間部分 還是蒙古人所控制著 譬如當時有很強的尖木兒漢角 也是中間的部分 基本上將由東亞向歐洲中間 所有的地方都是把佔著的 反過來我們用另一個角度的說法 就是說 在當時的世界各地人心目中 這個中國的地方 根本就未知道有明朝的存在 而且不單止是中亞、東亞不知道 而南方、南洋的地方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認為這個所謂的中國土地 都仍是由元朝都掌握 就算知道中國人打走了蒙古人走 而蒙古人的勢力依然是這麼強大 這個強大還是維持 整個明朝去到明朝 中後業都保持著這麼強大 如果你說蒙古人慢慢衰落 要去到百多二百年之後 就另外一班特缺人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特缺的人 興起才是改變了中亞的格局 那裡已經有百多二百年之後的事 這個蒙古人在元朝滅亡之後 仍然在大漠南北 擁有相當強大的實力 因此朱元璋必須要 倚重他的王子來守邊疆 這次燕王手上控制了很強大的兵馬 可能除了他自己私人的護衛 即是說他的父母明太祖批准他那些幾千個近身的侍衛之外 他還可以號令一些邊疆的兵馬 所以在明朝的史書記載裡面 明太祖在位那三十一年裡面 是經常派遣這些王子巡視邊疆 包括朱棣 當然在這個歷史裡面記載今天 已經是經過朱棣做了皇帝之後 是不斷地修改了 所以我們覺得朱棣是特別得到朱元璋的倚重 但事實上這個就是朱棣後來改寫歷史的結果 而在當時之時 這個朱元璋所倚重的除了朱棣以外 還有秦王朱爽、晉王朱剛等等這些王子 還包括北方的令王朱權 這些都是朱元璋希望能夠建立這個所謂繁國 來保護著這個中原的一種的政策 但是對朱棣來說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機會 他可以藉著這樣的緣故 是要加強自己那種的所謂軍事的實力 為什麼呢? 原來朱元璋的長子 王太子朱標 雖然比朱棣年長幾年 但是朱標是為人性格比較人弱 即是說人詞和朱元璋不同 朱元璋這個人是非常精神的 精明能幹 處事的時候不留情面 對這個犯了事的人 犯了罪的人 無論你官多大 絕不守遠的 譬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 他的侄哥 這個朱文正 朱元璋當他遇到瘟疫 他全家都死了 剩下他和兒哥兩個人 希望將他大嫂送回到外家 然後帶了這個侄子去 那個侄子當然已經十二、三歲了 然後回去之後 跟他媽媽生活 後來朱元璋起兵做了軍官 那他大嫂就帶了一個侄子 來到軍隊裡面 和朱元璋相應阿叔 那我養不起那個侄子 你把侄子提攜他 既然你做了軍爺 這時候朱元璋很開心 當時他還沒有兒子 就收留了朱文正 朱文正成為他的頭號的大將 為什麼呢 因為非常作政勇猛 後來朱元璋和陳友諒 在南昌爭奪戰的時候 朱文正守南昌 守了四十幾日 全國人已經餓得 是沒有辦法打仗了 朱元璋叫他等 因為他還要對付北方的蒙古人 他說等我搞定了北方的蒙古的淮河 然後我來救你 朱文正就忍了四十幾日 全軍隊已經沒有力了 被陳友諒軍隊不斷地進攻 但是朱文正死守 後來終於把援軍到 將陳友諒擊敗 朱文正在堅守南昌的戰役裡面 立了大功 成為了當時軍隊裡面的頭號的統領 後來朱文正的人非常驕傲 看不起其他的將士 犯了很多朱元璋的禁忌 犯犯 朱元璋將他逮捕入獄 然後貶他的官職 然後在入獄叫他閉門施過 朱文正受不住這個氣 在獄中死了 朱元璋覺得怎麼樣 你想一下 他的親侄 當年在全家死盡的時候 他的侄送回到外家 現在跟他打天下 然後立了大功 但是由於犯法 第二步他入獄 在獄中死了 幾淒涼的事 所以朱元璋狠心做得出 當時朱文正的兒子 剛剛出生不夠兩歲 後來他長大之後 朱元璋封去桂林 叫做靖江王 如果去桂林旅行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一個叫獨秀峰 獨秀峰下面有一個古蹟 這個古蹟叫做靖江王府 這個就是朱文正的後裔 分封在那個地方 這個靖江王府很有趣的 為什麼呢 靖江王府呢 因為清兵入關的時候 一直打下來 這個桂林就太遠了 所以靖江王府的後裔 走不及了 過了走就是民間了 找不回了 所以就沒有死到什麼 後來呢 到這個明朝滅亡之後 到清朝又滅亡之後呢 那靖江王府的後裔又翻出來 所以到時至今日呢 每年清明節 還有幾百 甚至上千個靖江王的後裔 去到這個桂林的 靖江王陵墓拜祭 到今天還有的 所以你每到清明從洋 你去靖江王陵參觀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 朱文正的後裔在這製造 究竟心肯收立的朱元璋之後 朱棣又如何可以最後成功突圍呢 下一集又繼續 好 古今風雲日物 編導 馮傑 監製 韋佩文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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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